朝向可能Delta 大家也不排除其他的变异株的可能性 但其他变异株因为病例少 所以相对可能性低 但不是Alpha几乎是已经确定的 新北某幼儿园群聚案扩大 周二再新增5例 包括2名孩童及3名家长 经营定序结果8号会出炉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透露 几乎确定不是Alpha变异株 Delta变异株可能性较大 对于外界猜测 是否是和桃源基势案有关 陈时中说明 目前幼儿园群聚矿列了411人 362人居家隔离 49人自主健康管理 也展开了血清抗体检验 并且指挥中心初步研判 从案16129教师有症状 时间拉得较长 已经形成了几波的感染 而新北也宣布强化二级警戒 至于会不会升回三级 陈时中说 目前还没有要升级了 那当然新北的疫情如果没有控制住 那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不过这都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那目前重要的是把这个疫调跟匡列做好 目前确诊的小朋友出现发烧 流鼻水喉咙咙痛咳嗽等轻症 副组长罗义均说明 即使是Delta 小朋友确诊重症几率还是低于成人 医疗团队会仔细监控情况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剪 曾心敏台湾台北报导